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系列课程,职业规划的52个深度解答 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问题是,老公说别工作了,养我一辈子,我应该相信吗? 我是大家熟悉的王鹏老师,首先欢迎大家在课程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 那么你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被我们选中,专门做一期课程讲解 当然也欢迎大家私下提问,这里是我的联系方式 好,那我们就快点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吧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学员提问啊,这个困惑是这样的 学员说呢,说我工作三年了,今年年初怀孕了,这个老公呢,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 然后老公说让我就辞职别工作了啊,愿意养我一辈子啊,请问我该相信他吗? 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首先先恭喜我们这位同学找到一个好老公是吧 这个好老公多好是吧,主动提出要养你啊,这个 所以这个你的纠结呢,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相信他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稍微简化一下是什么呢 是不是应不应该相信他,因为你信不信这个问题没什么答案 无非就是信或者不信,对吧 这没什么答案,那他其实真实的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是应该做一个职场女性呢,还是这个辞职全职在家做一个这个全职太太 那这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在职场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那应该这个辞职回家照顾家庭呢,还是继续在职场里打拼啊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好了,那么我们一般的先来看一下直觉的回答是什么啊 相对来讲呢,你看这类问题呢,一般呢就是啊 很直觉的回答,无非就是两个观点了,对吧 一个呢就是要呃,当然做职场女性了啊 女性呢要靠自己啊,这很多女权呢会比较支持这样的观点啊 比如说你看这个最常见的一些观点 因为我拿这个问题去问过我们公司的同事 对吧,有的这个女生就讲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对吧,人应该靠自己才踏实 那如果女性自己没有收入,寄人篱下呢 感觉就很憋屈,是吧 万一哪天老公反悔了,是吧 或者要离婚,或者这个 呃,不养你了 或者甚至在外边乱搞 那自己一点收入都没有啊 那多没安全感,是吧 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同事就现场给我讲了一个现身说法的 这个这个故事,是吧 他的某某某的朋友,是吧 当年啊,结了婚 大家都去祝贺啊,他老公人特别好啊 结果这个 最后导致什么呢 就是自己在家做了全职太太 做了两三年啊 然后呢,这个结果呢 发现夫妻两人感情不太好了 慢慢不太好了 然后呢,老公在外边又有了别人 是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他想离婚,但是又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经济收入啊 如果出去重新找工作呢 觉得没什么竞争力 啊,所以呢 这个 就讲了这么一个某人的凄惨人生吧 啊,所以呢 这个我们这位同事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女性一定要靠自己 是吧 千万不要把自己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 那当然呢 我们公司的同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对吧 那我们去访问另一些这个同事 他就问说不是这样的 对吧 他说其实我觉得全职太太也有做的很好的呀 全职太太不是都是 呃,结局悲惨啊 是吧 这个全职太太有真爱无敌的 对吧 然后他就讲 他的观点就是什么 他说我老公就比较相信男主外 对吧 女主内啊 愿意为我遮的遮分挡影 而且人比很过硬 那既然是一家人了呢 两人分工不同而已 对吧 最后就再不计也有法律的保障嘛 所以呢 其实 没有必要太过于敏感啊 太过于敏感 其实这是一个家庭分工的问题 这一个家庭分工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一般来讲呢 这个 呃 每个家庭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那如果这样讲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办法分析了呢 我们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呢 其实也不是的 这个问题其实仍然是有答案的 仍然是可以做分析的 那么来看看我的分析 那我们说过 我们之前的每一届课都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这个课程不单单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 更重要的是 其实能给大家一个分析思路啊 能希望大家通过不断的这样的学习 呃 这类的问题能更好的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啊 那来看看啊 我们这个问题从直接规划师的角度呢 是怎么去分析的 首先呢 这个问题分析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呢 这其实是一个生涯决策问题 对吧 其实他要不要做全职太太吗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生涯决策的问题 是不是要相信老公回去做全职太太 那么如果是一个生涯决策类的问题呢 有一个固定的思路啊 我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一般来讲 所有的生涯决策问题 有两个要点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么第一个要点什么呢 叫做澄清标准 啊 澄清标准的第二个要点呢 叫承担分险 我们接下来呢 就详细讲一讲 什么叫澄清标准 什么叫承担分险啊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开始 叫 先从澄清标准来开始 啊 来 我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般来讲啊 所有的决策 我们说澄清标准 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一个指标 对不对 我们一定有一个标准 对不对 我们一定有一个内心的期待 那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把这些指标 标准 期待 罗列的越详细 越清楚 对吧 越细节 他在选择的时候呢 越不容易澄清 越不容易这个 这个这个纠结 越不容易纠结 好 来看看我们叫什么叫澄清标准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举例 你看 比如说在这个问题里面啊 回到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这位学员问的说 哎呀 我老公说让我别工作了 回家养我 对吧 别工作了 这事咱都能理解 那就不工作了呗 那回家养你 我们所说的我养你啊 这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 那这个就蛮有意思了 你看很多女性理解的 我养你啊 对吧 当他听到老公说我养你的时候 他理解的我养你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他脑中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呢 一般都是这样的 叫什么养花种草啊 哇 在家 对吧 这个调生养性 是吧 学情学画 啊 然后呢 练练瑜伽 姐妹逛街做个美甲 是吧 喝喝下午茶 然后呢 活有人干 钱随便花 所以你看很多女性一想到说我养你呢 无非就是两种感觉 一种叫做什么呢 霍太太的那种期待 是吧 我在家里边被像一个这个老总统一样供着 是吧 我最好什么活都别干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这个这个有各种的这个收入啊 老公给的钱也很多啊 每天 这个出入各种场所啊 对吧 没事打理打理 做个死派呀 搞个美甲呀 是吧 全是这种 那还有一类就是小家碧玉 是吧 我们家要是没那么加大户 我小家碧玉也可以啊 那我就在家里什么 练书法 做瑜伽啊 对吧 然后这个 搞搞烘沛呀 是不是 这个总之 其实都是自己 兴趣爱好的那摊事 是吧 这个你 所以女性对我养你这个理解 天然的理解 都是比较美好的 但其实男性理解的 我养你是完全两回事 这就是我们讲标准不一样 你看男性理解的 我养你一般都什么 叫打扫卫生 洗好衣服 照顾孩子 孝敬父母 做好饭菜 没有双修 千万别抱怨 对吧 别乱花钱 所以你看 都男性理解的 我养你是什么 那是那我养着你 对吧 你不用工作 我给你收入 但是家里的家务 你总得干吧 对吧 你总得把家务做好吧 是吧 你 你 这些事你总得 你你你不能说 你再雇个人吧 对吧 你都没事 但你在家 你还不干 对吧 你还有想要什么双修 你修什么修 你天天不都在家修着吗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的这个神话 同这个这个过去 我们讲的这个神话 鬼怪传说 都很有意思 他天然就描述了什么呢 描述了男性 对这种女性的渴望和期待 在古代 他其实就在这神话故事里有反应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 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故事田螺姑娘 大家听过吗 对吧 应该都听过吧 田螺姑娘没听过 去百度一下 是吧 一小伙子有一天农家汗 是吧 这个在家工作 突然有一天 哇 这个下来一个仙女 对吧 田螺变的 这姑娘天天在家干什么呢 就是洗衣 做饭 打扫卫生 做好了饭 对吧 把家里打扫的特别好 是吧 然后你看这田螺姑娘 其实所以这个中国男性 传统男性 普遍心里需要的什么 他其实要的 所讲的我叫我养你 他其实想要一个免费保姆 对吧 这保姆做特好 跟我关系还特亲密 然后还不要钱 这不就免费保姆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好多家庭的矛盾 尤其是在我养你 这件事情的矛盾 根源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双方期待的 不对等 对吧 男性理解的我养你 都在右边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暗色的这一块 是吧 他期待其实这个 那女性理解的我养你 都在左边这块 那你在实际一直行 就会发现双方都很失望 对吧 双方都很失望 对吧 男性也觉得 怎么是这样的 对吧 女性呢 就更是那怎么是这样的 所以双方就很失望 所以第一个 你看我们讲决策类的 所有的核心都是什么 第一个 一定要澄清标准 那我们所说我养你 那我养你到底的 含义是什么 是吧 我每天做哪些事要做 家里的钱谁管 对吧 每天大概要花多少钱 是吧 哪些事我不用做 哪些事我能做 你们应该商量好的 是吧 那反过来说 各位反过来说 说那我不做家庭主妇 我希望做一个独立的职场女性 这也是很多现代女性的追求 对不对 好的 你说独立女性是不是需要标准呢 那这个标准其实也应该和家庭澄清的呀 那什么叫独立女性 对吧 标准是什么 每天几点回家 哪些家务活要做 哪些家务活我不做 收入 谁来管 家里的东西 这个这个支出是要AA吗 对吧 那独立女性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这个 职场女性很多的烦恼 说我不做全职太太 其实他也有很多烦恼 很多烦恼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家庭里边对职场女性的定义 也没有同一的标准 对吧 所以好多女性 这个这个来咨询我的时候 类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哭笑不得 对吧 他讲的职场女性 就是他要独立 他要自由 他不能被老公干涉 有自己的社交圈 闺蜜圈 钱呢 工资自己管 对吧 这个收入自己花 对吧 但是房贷你要还 房贷要老公负责 信用卡花爆了 老公还得管 孩子的支出了 你爸爸都得老公负责 对吧 但是你们家父母的什么 赡养费用 那你别来找我 那你看这种独立 他就不叫独立吗 就是权责力 至少他应该统一 对吧 你只是对自己好的 你都要 对自己不好的 你都不要 这叫什么独立吗 对吧 这叫什么独立女性吗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话题 广泛一点来讲 几乎你做所有的 这个选择类的决策类的 都是要不断的去澄清标准的 包括你去找个男朋友 买个房子 找个工作 对吧 选辆车 你喜欢的车 什么叫你喜欢的 什么叫好的 其实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那尤其是家庭做决策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家庭决策 男就男在哪里 男在需要把大家的标准做统一 对吧 让大家都能有一个统一标准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你要找一个男朋友 对吧 男朋友好 什么叫好男 好的这个男生啊 对吧 颜值高 颜值有多高 是吧 那人称中关村 这个吴彦祖 是吧 那那他要是这个朝阳区小沈衙你要不要 是吧 那你这是是不是得有个标准 那其次说这个男生家庭背景要好 对吧 家庭出身 什么叫家庭背景好 怎么搞好法 能不能写的详细一点 对吧 他是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 是吧 你说我找一个好工作 什么叫好工作 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 对吧 钱多活少 离家境 位高权重 责任轻 这不行 钱多得是多多 活少 这是一个星期干三天 还是五天 每天几个小时 对吧 离家境走路十分钟 开车十分钟 你都要列的详详细细的 越详细是越好的吗 所以你看好多这个人在 这个生活决策里面 遇到很多问题 什么 就是第一个 他自己的标准呢 不清晰 第二 他的标准可能老变 对吧 他标准老变 也不稳定 所以你看很多人一开始讲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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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年轻人找工作 说我要找一个 我理想当中的工作 到最后来找来找去 找不到就在家啃老了 你会发现啃老就最理想 他符合你所有的要求 不用累 不用辛苦 没压力 对吧 没绩效 还给钱 我这不就是完美工作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你的标准呢 第一呢 要统一 第二呢 你标准其实要越细越合理 对吧 你很多标准都是冲突的 都是矛盾的 他没法在现实生活 找到这么一个人 对吧 找到这么一个事 他就出现不了啊 出现不了 所以呢 是第一个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吗 啊 标准一定要澄清啊 标准一定要澄清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讲第一个要素满足了 那么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 第二个要素叫做 要承担风险啊 什么叫承担风险呢 其实这个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因为所有的决策 背后都意味着什么 最背后都意味着有风险吧 尤其是很多重大决策 你特别纠结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机会窗口 就是一个 你选完了就不能再选了 你选另一条路 那可能另一条路走不了 这就是代价嘛 对吧 你不能走另一条路 万一这条路走的不好 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是冒险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你要注意什么呢 我专门讲承担风险 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讲的 那我们这个问题说 老师这个我老公说 我养这个 我养你 我应该相信他吗 好 那么请问相信是什么呢 相信的核心 其实就是冒险 对吧 相信的本质就是冒险 讲到这儿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之前马老师讲课的时候 讲过一个段子 我觉得特别有这个道理 能能解释清楚这个事 当年马老师讲过这个段子的时候呢 他大概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什么叫相信 他说有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走钢丝的大师 这个人一辈子都走钢丝 百米高空 对吧 就拿一个平衡杆 然后在这个钢丝上走 还做各种惊险动作 从来都没有失守过 是吧 从来都没有失守过 然后呢 有一次他做这个 一场演出的时候呢 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他就跟这个现场的这个 观众讲说 今天我们做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啊 从来都没有过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 说今天我呢 打算这个之前做那些难度啊 这个动作 他们都玩过了 这次玩个新的 怎么办呢 就是我呢 还是走钢丝 但是呢 这次我会让我的孩子 骑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孩子大概五六岁啊 我有一儿子五六岁 他骑在我脖子上 我呢 扶着我们家孩子 而且手里不拿平衡杆 啊 从这钢丝上走过去 你们相信我能做到吗 他讲完之后呢 下面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掌声雷动 大家都喊相信 你大师嘛 是吧 都喊相信 一定能做到 然后这大师说 好没问题 那我就来试一下吧 然后呢 就让他儿子 骑在他脖子上 然后呢 就开始走这个钢丝 当然过程当中 有各种惊险啊 险象还身 最后还是走完了 这一段偏安无事 然后呢 走过来之后呢 哇 下面的观众都 惊出一身冷汗啊 然后都拼命鼓掌 太厉害了 这个大师果然厉害 接下来这个 走钢丝的哥们呢 哎 结束之后呢 从这钢丝上下来呢 接着问说 好 大家相不相信 我技术很厉害 走钢丝的技术 厉害 大家说相信 厉害 对吧 都鼓掌 然后呢 这个大师呢 说接着说 好 既然大家都相信 我们接着再往下走一步 怎么走呢 就他就走到台下去 走到一个观众的旁边 就观众呢 带着他孩子一块来 一块呢 这个来看这个演出 孩子呢 也 他的孩子也五六岁 然后这个 这个 走钢丝的大师 就跟这个观众讲啊 说 您既然这么相信我 能 这个技术好 对吧 能 带着孩子在钢丝上走 那这样好不好 你把你的孩子给我 对吧 我呢 接下来 背着你的孩子 让你孩子坐在我肩膀上 带着你的孩子在钢丝上走一遍 也一样没问题 请问您相信吗 观众想了想说 我相信 但是我不愿意 但是我不愿意 听懂了吗 所以你明白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相信的核心是 你要拿自己的损失去冒这个分线 你要拿自己拥有的东西去冒这个分线 那么在刚才这个 你看这个故事里面 你说这大师能力行不行的 行 没问题 我确实也相信 他这个高手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对吧 但是 我呢 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 去冒险呢 万一出了问题呢 这分线不就我承担了吗 对吧 所以其实你看那个观众 他嘴上说的相信 他心里相信吗 对 他心里仍然是不相信的 他仍然至少是不信任这个大师的 如果信任的话 那我就把我孩子交给你了呗 对吧 所以我嘴上说 我相信没问题 你很厉害 但是你要用我们家 你要用我们家孩子免谈 对吧 滚蛋是吧 那你看你本质上 其实就是心里还是不相信的 那为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冒这个险 所以所有相信的核心是什么 都是去冒险 对吧 都是去冒险 都是去冒险 所以你看像很多时候 这个这个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去餐厅吃饭 对吧 你点完了餐 然后呢 其实你也冒了一个险 你冒了什么险 你相信他 他这个这个店家会把餐给你的吗 对吧 因为商业社会 你默认这个规则应该是成成立的 然后这个店家其实也冒了险 冒了什么险 冒了你吃爸忙餐的分析 先让你吃饭后买单 对吧 你去很多餐厅都是先点餐 点完了餐说了 买单结账 对吧 那其实餐厅有没有冒险冒险了呀 你万一遇到一骗子 怎么万一遇到一个就是吃白食的 说我就是没钱 我就是不给 你能把我怎么着 对吧 所以餐厅冒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遇到爸玩餐的风险 那餐厅为什么愿意冒这个风险呢 是因为他相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是有机制能解决的 比如说反正社会会报警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讲 一根决策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叫旁观者亲 当局者迷呢 又是因为旁观者 他不需要冒险 对吧 他有各种方法 但是他不需要自己承担损失 对吧 你败了就败了 我又不承担损失 那我只能说 哎呦 当时 哎是咱确实应该那么干啊 对吧 你最多安慰两句 你自己没有任何损失 你损失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当局的那个人就很 谨慎 他就很容易紧张 原因就是因为 他要拿出自己的这个 损失自己的东西啊 他是在冒险 所以呢 你看当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里说 老公他说这个养我 我该信吗 啊 好 你信不信 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愿不愿意拿你未来的生活去冒这个险 你愿意拿你未来的生活去冒这个险吗 对吧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能承受这个冒险的结果 那么冒险也没关系啊 对吧 比如说你们家也特有钱 是吧 江南富商富豪 那没关系 对吧 老公有天这个这个这个不养我了 对吧 在外在外边有心欢了 离婚对吧 家里边有的事钱 我父母家有的事钱 父母接着能养我 能给我托地 那就没问题 对吧 那你就不纠结说相不相信了 是吧 这有什么好相不相信的 好 那么 很常见的一类是什么 可能我负不起这个风险 对吧 这个风险万一出现了 我承担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跳到我们的第二条 我们就要讲的叫做尽量不要纠结一单单一选项 有没有可能去增加一些多选项做比较 什么意思呢 那你可能觉得想去尝试一下 对吧 这个老公说我要你啊 那我也相信他 我愿意去试一下 对吧 我也愿意去冒险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 万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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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错了 对吧 万一这个失败了 那我这个可能确实 面对这个离婚啊 分家啊 这样的没工作呀 这样的结果 我接受不了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这个风险我又不能冒 我就很纠结 那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需要你去开阔眼界来找第三个选项 比如第三个选项什么 有没有可能我在家照顾孩子 老公确实养我 但我在家做做兼职 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家带孩子的 职场妈妈都去做微商了 就他这是个潮流啊 好像就特别多 对吧 有做兼职做这个 这个这个微商的 有兼职做卖保险的嘛 服务这个金融服务业的都有很多呀 是吧 那我能不能在家做做兼职啊 这个包括在家做做职业规划师的 我就通过接电话做做咨询行不行 这也是一条路径 他不是不行 对吧 那就看你哪个能力支持嘛 所以很多时候好多这个人的纠结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他特别纠结的时候 因为就看到了A和B的选项 所以不断的比A比B对比B对吧 A选项B选项 A选项B选项 这时间久了 那就很容易造成选择盲区 什么叫选择盲区呢 就看不到A和B之外的可能性 有别的可能性吗 对吧 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呢 所以呢 叫做B选项 我们讲叫做这个这个B 这个要点什么 就不要纠结一单一选项 有没有可能去增加一些多选项 做做比较 多选项去做做比较 好 所以呢 你的扩展项越多啊 相对来讲 你的主动选择权 那就大人就越多了 好 这个问题我有讲明白吧 那边 我们讲决策类问题的两个啊 澄清标准和这个承担风险 好了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的总结上 来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最后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歧视 那我总结了三点 那第一个呢就是做任何选择都要先澄清标准啊 对吧 标准澄清 尤其是家庭的决策啊 一定要所有人都清晰这个标准是什么 对吧 第二呢就是提前预见选项的风险啊 能够承担这个风险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风险 它是需要你付出代价的 对吧 千万不要妄想说有一天要做一个选择 自己不付任何代价 那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万一这个代价你能承担 那很好 那你可能就能敢去冒这个险 对吧 那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风险呢 就建议你不要冒这样的险 对吧 万一承担不了这个风险 那建议就是去主动增加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的选项啊 去跟不同人聊一聊 说这两个选项之外 你就跟不同的人聊的时候 不要再问A和B了 说那有没有可能这两个选项之外 还有别的可能性 对吧 增加可能性 增加选择的余地啊 增加选择的余地 所以在这个问题最后的解答里就是 来第一 我们希望这位学员回去之后呢 跟他的老公好好谈一次啊 澄清一下家庭标准 我养你的标准是什么 其次呢 想想看如果三年以后 对吧 想象一下三年以后 对吧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决定回家做一个全职太太 他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结果你可不可以承受 如果能承受 那没问题 做这个选择也OK 那如果承受不了 那建议你去想想 有没有结合一下其他的可能性 对吧 开拓一些别的选项 不要只纠结于A和B 不要只纠结于A和B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分析到这里了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歧视 好 最后呢 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最后呢 推荐一下我们公司的公众号啊 颜值有理的公众号 每周呢 我们都会在上面发布学习资料和职场报文 欢迎大家关注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